台湾今年入冬B型流感发威 这都在全两名死亡病例 7月累积至今流感死亡病例多达11人 其中就有7例是感染B型流感 机关局表示 今年流感疫苗对流行的B型山形珠宝固率较弱 接下来跨年夜 大量民众出游恐怕引发疫情扩大 机关局不敢轻呼 被投万枚口罩应战 当天将在现场发送 年度最后座帐日 国安基金成功复牌 加军指数上午拉涨一度超过40点 成功互助7000点关卡与陈冲防线 过去台湾连续5年封关日都是红盘作收 今年台湾也是延续好惯例开高上扬 不过优虑圆月与红包行情难寻 量能不足下盘中一度压回平盘附近 中场加军指数收在7072.08点 下缩了2.74点 小碟封关 成交量593.34亿元 兵役法修正案在这个月中完成三国 赋予募兵制法园 国防部今天公布实施启程 83年元月1号后出生的一男 未来将国毕服偿被兵役 只需要接受为期4个月的基本军事训练 12月30日是民国100年最后的上课日 台湾大学有101位师生 迎接新年特地起了个大扫 以接力的方式跑完操场2012圈 即使天气又湿又冷 咱们还是尽力跑完全程 不想当个草莓族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